好 大家下午好 很开心又 是星期六 又是主日敬拜的时候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 好不好转向灵蛇对他说 非常高兴看到你 而且呢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一些新的面孔 所以呢 等一下可以跟他们打招呼 然后认识一下彼此 让大家都可以感受 感受到耶稣的爱 Amen 好不好 大家都站起来 对了 站起来 那我们还没有开始赞美敬拜的时候呢 让我们俩一起来 宣读这个使徒的信经 好不好 让我们来开始 1 2 3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由童真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3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圣免 我信身体康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不好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赞美一下 好不好来掌声来 荣耀耶稣 Amen 我们一起来拍手 我们要有不动摇的信心 祝赐给我 不动摇的信心 海浪之中 你伸出大手拉住我 救出去我 心中所有的怀疑 荒野深重 紧紧跟随 云珠莫珠 海浪之中 我比不沙漠 我比不迷路 海浪之中 我比不迷路 海浪之中 我比不迷路 不退缩也不害怕 不动摇也不放弃 不动摇也不放弃 因为我身心 你应许 不改變 困難之中 我仍然準備 疑惑之中 我仍然倒楊 靜在水邊的星星 剛強壯淡的前進 我的身邊在前面為我掙扎 海浪之中 海浪之中 我比不成功 狂野之中 我比不迷路 不退縮 也不害怕 不動搖 也不放棄 因我身心的允許 不改變 困難之中 我仍然準備 疑惑之中 我仍然倒楊 靜在水邊的星星 剛強壯淡的前進 我的神秘在前面為我掙扎 我的禱告 無論出什麼 只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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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不承諾 跨野之中 我比不迷路 不退縮 也不害怕 不動搖 也不放棄 恍若深信 以免許 不改變 困難之中 我令人慘悲 心在水面的星星 剛強壯難的前進 我的身邊在前面 為我爭爭 心在水面的星星 剛強壯難的前進 我的身邊在前面 為我爭爭 Amen! Hallelujah! 把一切榮耀讚美 歸給我們的神 Amen! 可以 弟兄姊妹 讓我們現在 安靜我們的心來到神的面前 獻上我們的敬拜 一切榮耀歸於我們的神 Amen! 天上地下唯一的一位神 讓我們一起來唱 榮耀歸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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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歸於你 高揚一座王 從今世到永遠 榮耀歸於你 全名歸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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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從今世到永遠 讓我們從今世到永遠 榮耀歸於你 全名歸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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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松暫永遠不停行 愿松赞 永远不停息 愿松赞 永远不停息 所有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完毕 敬拜的坐牵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荣耀 荣耀主耶稣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完毕 敬拜的坐牵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荣耀 荣耀主耶稣 荣耀 归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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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 归于你 荣耀 归于你 荣耀 归于你 荣耀 归于你 全兵归于你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万民敬拜你左前 所有的荣耀 归于你 荣耀 荣耀主耶稣和所有 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万民敬拜你左前 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荣耀 荣耀主耶稣和所有 荣耀 荣耀 荣耀主耶稣和所有 荣耀 荣耀主耶稣和所有 全命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全命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全命归于你 荣耀归于你 全命归于你 親愛的天父謝謝你 神啊你是我們唯一的力量 主啊我們依靠你 我們在困境中的時候仰望你 主啊你必賜給我們力量 如因展翅上天 Amen 一起來唱 你是愛我的天父 創牙ieux 絕望中你仍然不停地運行 你 不願我 dinlock 黑暗中 不停追尋我 知道我的自由 你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从头来唱 你是爱我的天赋 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 你不愿我停留 黑暗中不停追寻我 直到我的自由 你是我 狂野中唯一的力量 灌难中的安慰 黑暗中的盼望 我不求的日子 你遇着救我 心事的天赋 我依靠你 你是我 狂野中唯一的力量 灌难中的安慰 黑暗中的盼望 我不求的日子 你遇着救我 心事的天赋 我依靠你 阿爸父 我是尊贵的儿女 你叫我 如何用权柄争战 阿爸父 你用笑脸帮助我 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用笑脸帮助我 你用笑脸帮助我 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依靠我 如何用权柄争战 阿爸父 你用笑脸帮助我 化所有的 咒诅为祝福 我的祝福 你是我 狂野中为你的力量 万能中的安慰 黑暗中的盼望 我不求的日子 你必拯救我 心事的天赋 我依靠你 我不求的日子 你必拯救我 心事的天赋 我依靠你 我不求的日子 你必拯救我 心事的天赋 我依靠你 心事的天赋 我依靠你 祝福活节过了 但是耶稣的保险 还继续为我们留着 耶稣的爱 还在交换在我们的当中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 让我想到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让我感觉到 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女 他一直眷顾着我们 不管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哪一个角落 他都无所不在 在我们感觉到无助 感觉到迷惘 感觉到我们在走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神是我们的最大的帮助 他就是我们无所不能的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我们斩争斩 让我们能够得胜 那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就好像在耶稣 还没有去到十字架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说有一个女子 她拿着香膏 浇灌了在耶稣的头上 她拿了她最珍贵的香膏 最珍贵的物品 来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所为她做的一切 感谢耶稣的救恩 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她为了什么来感恩 可是她所献的祭呢 却是何等珍贵 珍贵到耶稣说 我们要纪念这个时刻 纪念她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到底你身上有什么珍贵的香膏 能够来荣耀耶稣 能够来感谢她 能够来到她面前 搅滚在她身上 今天我所能想到的就是 我们要继续的赞美她 继续的敬拜她 继续的行走在她的话语当中 继续行她的道 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耶稣 Amen 好不好 现在让我们来祷告 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耶稣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 上帝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有时候我们都不信实 可是神你还是信实的 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走在死因的忧故的时候 你与我们都同在 你一直会守护我们 指示我们 继续给我们盼望 所以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今天 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敬拜 所有的赞美 所有的一切交托给你 奉耶稣的名神 所有的子民说 Amen 好吧我们来掌声来 荣耀耶稣 哈利路亚 好大家都可以坐下了 那今天的报告呢 我们会由我们的少民传道来说 所以让我们来欢迎少民传道 大家下午好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聚会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很多 所以呢就特别来 特别来 我跟大家来做一下报告 那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 是特邀的讲员 刘士丰牧师 那刘士丰牧师呢 那刘士丰牧师呢 他目前是一变以谢波道会的主任牧师 那同时也是整个新加坡波道会的副主席 他下个星期就在我们当中来正道分享上帝的话语 所以大家可以带着期待来聆听上帝 要透过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刘牧师呢他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 那他已经服事很久 但是他在服事之前呢有超过20年的时间 是在私营和准政府部门工作 那他跟我们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家庭 他有三个孩子 喜欢阅读音乐运动美食 跟我们非常的靠近 所以呢大家可以非常的期待 下个星期刘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就是接下来的星期三是公共假期 那我们华文聚会的弟兄姐妹自己自动的发起了一个出游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看到好多人热烈的报名 真的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星期三早上是七点钟即合 第一点是在Clarky的地铁站 因为最近天气非常的热 所以呢我们要早一点出发 早一点结束 这样子才不会晒伤 但是呢提醒大家要多带水多喝水 也要做好适当的防晒工作 不然等一下走完受伤了 好那第三件事情就是Unlevel run 就是除标签的这个逸跑活动 大家还可以继续报名 我们有QR嘛 就是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投影片给大家 所以不用担心 你只要透过这个特别的这个优惠码来报名的话 我们还是有最优惠的价格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应该是最快也是最便宜的方式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想参加的话 那就可以继续报名 那当然这个也是非常早的一个活动 七点钟 所以呢我们最近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一群非常健康的 非常健康的人 非常健康的一个教会 感谢主 好接下来 下个星期 不对就是4月19号 4月19号 我们有一场在新加坡神学院 那一场很特别的音乐会 那这个音乐会的主要负责人 就是我们的 Samuel Condition 那他呢就是有一群特殊的孩子 就是他教他们音乐 所以那天他就召集他们一起 在新加坡神学院的大礼堂 有一场的音乐会 一个小时的音乐会 主要也是要唤醒大家 对这种不同的人群的接纳 看到说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非常独特 非常重要 在上帝眼中 都是非常珍贵的人 所以鼓励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QR 来报名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4月19号晚上7点半到9点半 大家等一下可以透过这个QR 来报名 我们等一下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 同时也是Samuel的学生 她会在我们当中有一小段的表演 来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是一个怎么样子 尝一尝那个味道 是不是 将来看到那个最大的荣耀 知道那是荣耀是什么情况 好 接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报告 就是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 是我们教会的全教会的退休会 那我们就把它称作教会营会 那这整是 这是一个整个教会大家庭的活动 华文部 英文部 青少年 儿童 都会一起参加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是五年来 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营会 我们会在Row for JB这边 在一个饭店那边 三天两夜 时间是一个 是21到23号 所以是礼拜四到礼拜六 所以有些人可能需要请假 那鼓励大家就是把这个时间花出来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这个家庭的一个 退休会家庭的生活 我们会在当天 我们会在应该说 在那三天当中我们会有聚会 也就是我们那个主日的聚会了 所以礼拜六回来你们就不用来这里了 就不用来这里聚会了 所以我们会在那边有一个主日聚会 那原价是289块一个房间 我们是以这样子来看 所以一个房间就是如果说 你两夫妻一个房间也可以 那你跟好朋友在一起 一个房间也是可以 或者说你自己想住一个房间也是可以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大家庭的话 你是可能像我 两个大人两个小孩的话 那小孩还挤得下的话 我可能就说我加一张船 这样子一个房间也可以 我只要付一个加船的费用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呢详情是怎么样子 你看报名表 你就会知道说你大概要付多少钱 那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 你可以再来找我 如果你看不懂表格的话 也可以再来找我 报名表同样也是透过这个QR来报名 所以呢 289块早鸟假 早鸟假 5月5号 Early Bird 5月5号之前报名的话 我们有50块的优惠 所以是239块而已 239块而已 就是不是一个人 然后是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239块 那我们去那边会做什么呢 除了刚才讲的就是有一场主日聚会之外呢 我们会有一些整个教会的一起联谊的活动 亲子的活动 那我们要出去联络感情 去喝咖啡聊天也可以 一起做一些手工艺品 一起去参与画画 我们教会都准备了这些活动 大家都可以参加 所以呢鼓励大家积极赶快的报名 5月5号之前是239块 OK 好 那这就是今天所有的报告 那我们现在要来收今天的奉献 感谢神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奉献的机会 我们可以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神 就好像刚才Jesse所讲的 就是 以一种我们对上帝的体会 对上帝的认识 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他 让我们在他面前的百善也蒙他喜悦 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奉献的机会 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奉献的一个特权 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拥有的献上给你 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纪念我们手中所献的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所做的透过我们心做出来 让我们这样子的心是一颗蒙你悦纳的一颗心 我们向你仰望 主也把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事情 我们教会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要进行的活动也一一交托仰望 求你亲自来看顾你来带领 主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在你手中 主我们也把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 我们在身体上的需要 我们在心灵上的需要 主啊我们都向你仰望 这是求你赐下平安 赐下喜乐 继续赐下盼望 透过你的话语 让我们也灵命更加的坚固 主把我们教会交在你手中 把我们手中所做的 我们手中所献的交在你手中 感谢你主 感谢神你在我们当中 预备这么美好的弟兄姐妹 这样子美好的团契 向你感谢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那我们现在要邀请Vicky 有一段表演 我们一起来期待 1 2 3 2 5 2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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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是他创造天空 他是神 他塑造大地 造成大地 是他垫立了大地 他创造大地 不是一片荒凉 他塑造大地 是要给人居住 他说 我是耶和华 再也没有别的神 我看下来 我向你也没有在隅身上的 我向来没有在隐秘处 在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过 你们在荒凉之处寻找我吧 我耶和华讲说公义 宣扬正直 列国里逃脑 列国里逃脑的人啊 你们要聚集 一同进前来 那些人抬着他们的木头 向 向不能拯救人的神明 祈祷 他们并不领悟 你们述说吧 陈情吧 让他们一同商议 谁从古时就讲出这事 谁早就说出这事 是我耶和华 除我以外 再也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是拯救者 除我以外 再也没有神 大地每个角落的人 你们要转向我而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也没有别的神 好 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好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就是刚才 玉瑕 他为我们念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 以赛亚说 在我没有别的神 在我以外 没有别的神 在我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神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 以赛亚是讲到 他预言是 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 被掳到巴比伦 不是因为 耶和华神 没有能力 然后呢 他被掳到巴比伦 过后 神说 我要将你 从巴比伦 带回来 只有一位 神 真正的神 才可以有这样子的 作为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不觉 就好像被掳了 有时候呢 你不知不觉 就掉进一个危机里面 不知不觉 可能有 一个疾病 我妈妈 我告诉你们 她中过风 突然她 她是 中风的那一个早上 前一晚 她还到她朋友的家 就是到很夜 大概超过12点 她很壮 自己去朋友的家 自己回家 自己回来 隔天早上 就中风 我妈妈 她也是身体很健壮 最近常常去 community center 去跟一群人 一起聊天 现在 今天呢 她在医院 她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那个 她少了一些东西 她需要去 掉点滴 所以她就进医院 可能明天 就可以出院 我要表达的是 很多事情 我们没有 我们不能够预测 什么时候 就会掉进一个坑里面 那我们要相信呢 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耶和华神 可以什么 拯救我们 从这个坑里带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 以赛亚一直要强调的 神不像别国的神明 他不是一个偶像 他不是一个雕刻的偶像 雕刻的偶像是人创造的 这里的意思是说 神是创造者 祂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 所以祂才是 那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 掌权 主宰 万有的 耶和华神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来看 以赛亚书 他后半部 就是41章到66章 也可以说40章到66章 那三个主题 我们有看到什么 三个东西 就是 常常会出现的 虽然当然还有很多 不同的主题 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是 第一就是神的能力 神与偶像不同 祂能彰显拯救的大能 Amen 第二就是他在里面 这几张经文里面 都会一直强调 或者提到这个仆人 OK 仆人的一个角色 这个仆人呢 上个星期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 我告诉你说 我给你看到三个仆人 第一个是那个耶鲁 基鲁士 基鲁 OK Siris 他是波斯王 可能是提到他 有提到他 但是他不是最主要的主角 第二呢 就是以色列百姓 他们是神的百姓 他们是神的仆人 为什么呢 他们神要这个百姓 做他的见证 就好像你跟我一样呢 当我们经过了一种死因的幽谷 神救了我们过后 我们就成了一个见证 见证神的真实 但是呢 这两个仆人 都不比第三个仆人重要 第三个仆人就是一个 能够单单以色列罪的一个仆人 他是一个服侍者 他是一个完全 就是顺服神的一个仆人 以赛亚没有说他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从以赛亚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未来有这样子的一个仆人要来 他可能就是那个 大卫的后裔将要来的一个君王 但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新约的作者就指着 耶稣基督说 他就是那位 以赛亚预言的仆人 OK 然后呢 第三呢 就是在以赛亚书也是会给我们一种 暗示 暗示说 神要跟以色列立一个新约 我给你一个 你会很容易明白的一个例子 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感觉就是什么 他们已经违背了约 他种比喻就是好像 以色列已经是一个不忠心的妻子 就是神是丈夫 她是一个不忠心的妇女 所以这个约就他 伪约 神就让列国把他带到巴比伦 对不对 所以神要把他带回来呢 就好像是一种 我们在重婚 我们这种一个新约 我要跟你立一个新约 但是呢 他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新约 不只是跟以色列百姓 这个新约也跟列国 有一个新的约 怎么做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说 以色列我要带你回到耶路撒冷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我要列国看到我的作为 然后呢 列国就会认识我 他们也会仰望 投靠我 是他们的拯救者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弟兄姐妹 你会看到神的作为 从起头到末了 都是神在做 这是我很想跟你们 表达的信息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是我们 我们的信心 是我们的祷告 是我们做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掉进一个坑里面 你只有等候 这位耶和华 真正的独一真神 他才能够拯救你 但你说 你掉进坑的时候 你说 为什么这位神爱我 我爱神 为什么祂会让我 掉进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里面 因为祂有祂的智慧 祂的作为 祂要救你 救你过后呢 祂要别人看到 我是我救你 他们才有机会 来认识 我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你愿意吗 你愿意从这样子的角度 来做神的仆人吗 懂我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 就是以赛亚书的第45到第46章 两章经文 他会重申这些主题 就是耶和华神 他有拯救的能力 然后我们要看 耶和华神 他能拯救 其他神明 却不能 他跟其他神明 不一样 第三 有一个最后的总结 45到46章 第一我们来看 耶和华神拯救的能力 16节说 雕刻偶像的人 全都蒙羞 受辱 雕刻偶像的人 为什么呢 一同在羞辱中离去 他们这些雕刻的偶像 他们这些列国 所信靠的偶像 没有能力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但是以色列呢 则什么 靠着耶和华 他们要得救 所以这个预言是讲到 神要将以色列 从巴比伦带回来 以色列要遇到 他们要经历 神永远的拯救 他说 你们不会蒙羞 不会受辱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信靠耶和华 我们不会蒙羞 我们不会受辱 直到什么 永远 这个不是讲到 我们不会受逼迫 这个不是讲到说 别人都会很欢迎你 这个是讲到说 你信靠这位神 祂不会让你跌倒 跌到什么 你整个人 就破碎了 没有救了 甚至呢 你死了 祂也能够将你 从实力什么 复活 你不会永远受辱 不会永远蒙羞 这是因为 耶和华这样说 是他创造天空 我要你看到这些红字 创造 塑造 造成 电力 创造 什么意思 这就是以色列 他们这些旧约的 写圣经的先知 他们要讲到 神的大能的时候 他们想到什么 回想创世纪第一章 跟第二章 就是神是一个创造者 大家说神是一个创造者 当神是一个创造者 从无能够变有的一位神 神的意思呢 就是说 那你跟我 我们就不用害怕说 不管我们的事情是怎么样子 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神有能力 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就是要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意思 这就是要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意思 弟兄姐妹 我在我们当中 在英文堂也好 就是新颂恩 在新颂恩福祉 我看到很多 很多人因为什么 因为 毒瘾 赌博的瘾 喝酒的瘾 他们一生 一生都是什么 都浪费掉 到直到他们认识神 或者知道神的话语 他们以为 爸爸妈妈也以为 他们这些孩子已经是没有用了 不能够改了 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改 为什么 因为他们来到一个 真正独一有能力的耶和华神 在神的话语 神的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 他们重生得救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神是一个创造者 第十九节我们来看 我向来没有在隐秘处 在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过 你们在荒凉之处寻找我吧 我耶和华讲说公义 宣扬政治 意思是说 神他不是那么的被隐秘 隐藏到你找不到他 他说列国里逃脱的人 你们要聚集一同进前来 那些人抬着他们的木头偶像 像不能拯救人的神明 祈祷他们并不领悟 神的意思是说 以色列 我很亲近你 你也很亲近我 你向我呼求 我就垂听了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敬拜歌 在旷野中 他是我们唯一的力量 我呼求 他就听了 他不像神明 这些神明 你呼求呼求 但是他们没有 不能够什么 应允你的祷告 第二十二节 大地每个角落的人 你们要转向我而得救 所以你看到了吗 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 就是要让列国有机会 看到这位耶和华神 跟以色列的关系 然后他们会转向耶和华神 才有最后这一句说 万喜必要向我跪拜 万口必指着我 起始 阿们 所以神呢 下一个slide 神要为以色列所做的 是会向世界见证他的什么 大能 大能的手 大能的绑币 然后我们也看到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就可以因为神是一个创造者 祂可以转化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满有神的新生命的样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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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然我们相信 我们有一天死后 死后会复活 但是这个复活的能力 不是在我们死后才经历的 是我们现在信靠神 这个复活的大能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开始动工 一直不断地转化我们 改变我们 有没有看到一个 很有 就是很 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生气的一个 不讲话 没有爱心的人 突然间他慢慢变成温柔了 他能够 他能够去怜悯 去关怀别人 Why? 因为神是个创造者 这是第一个 他有拯救的能力 第二呢 我们看到 耶和华神 他能拯救呢 其他神明 不能 在第46章的1到2节说 彼勒 他要跪倒 尼布 他要屈身 这些都是巴比伦的神明 巴比伦人的 二 二偶 二偶像 给了走兽 牲畜 他的意思是 你们从前抬的东西 现在由牲畏起 这些重物 使牲畜 疲乏 好了 你们从前抬的东西 就是讲到这个神明 是人抬的 然后呢 因为太重了 所以他就叫牲畜 放在一个卡车 让动物来扛 他说 那这个动物也扛到很累 这样的意思 OK 为什么要这样子表达呢 是等一下有一个对比 有一个对比 他说 这些神明 他们一同 屈身跪倒呢 保全不了那些重物 自己反倒被掳去了 意思是说 巴比伦他要被波斯帝国战胜 对不对 我不是说了吗 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是强国 但是呢 神又兴起一个波斯王 把他战胜了 所以巴比伦也要什么 算是被掳 的意思 他们也是打败了 所以这些神明 虽然他们打胜 之前打胜战 但是现在呢 他们也好像 这些神明也要被掳 因为他们要被打败 OK 明白吗 第三节 雅各家 以色列家 所有的移民 你们要听我说什么的 你们自去母妇就被我 背起 自出娘胎就被我 抱着 这个是对比 这个是对比什么呢 这位耶和华神 不需要以色列扛他 是他来抱着以色列 而且呢 他说 直到你们年老 我还是那一位 直到你们白发 我仍然扛着你们走 我造了你们 还会抱着你们 我会扛着你们走 解救你们 Amen 神是怎么样子呢 抱着以色列 拯救或者扛着他们 他从埃及救了他们 过了红海 带到迦南地 是神允许列国 把他带到巴比伦 但是 这些 你可以说 他们在巴比伦70年 那些 已经年老了 没有力气 走回耶路撒冷了 神说 我会在 在这个旷野 为你开一条道路 我会 怎么 我的恩典 够你用 我会扛住你 把你带回耶路撒冷 你看 这是多极美的 一个画面 Amen 在我预备 这个信息的时候 这个画面呢 对我来说 是最感人的 为什么 因为 就是因为 我最近呢 我的岳父 他也 他也进医院 然后呢 这几天 我妈妈也进医院 那我在想 我们大家都会老 或者呢 可以说 我们 已经有一个 比较年长的 长辈 在我们 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都可以体会到 他们的衰落 但是我们信靠的 这位神 祂是从起初 从我们小 到我们年老 祂都不会离弃我们的神 Amen Amen 祂说我会扛住你 我会 因为 你是我造的 你是我拯救的 这些神明 祂不能够救你 Amen 所以反思一下呢 就阅读以赛亚书 例如 我们刚才读的 第四十六章 第三到四节 如何帮助你 在生活中 以神建立你的关系 我要 你想着就牢记的 就是神对 以色列的那种态度 你知道以色列 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 一个 神的百姓 叛逆 没有信心 对吗 拜偶像 对吗 是不是 但是神有没有离弃他们 没有 所以在新约 菲利比书第一章 第六节 有一句话 我觉得也是 很感动我 就是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 耶稣基督的日子 就是神在你生命 做的 这个工作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be faithful to complete it Amen 不是你 跟我有那么的好 那么的能干 或者那么的信实 而是这位 我们信靠的神 是信实的 所以可以说Amen 我们来到最后 最后的总结 就在以赛亚书第46章的 第8到第13节 他说 你们要记住这个道理 要坚定不移 无逆的人 你们要留心思想 要记住 久远之前的古事 因为我是神 再也没有别的神 我是神 没有谁像我一样 我从起初 就宣告末后的事 从古时就预言 还未发生的事 说 我的计划必定成功 我的一切意愿 我都必实现 好 为什么神会说 你们这些叛逆的人 你们要留心思想 我们来看 第11到13节 我们看第42节 他说 你心里顽固的人 你远离公义的人 你们要听我说 这个是最后的总结 对不对 最后的总结呢 神还是说 你们这些叛逆的人 你们要听我说 OK 好 大家看着我 他们是叛逆 所以被带到巴比伦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神一直鼓励他们说 我要带你回来了 我要带你回来 他们有没有相信 他们还是仍然不相信 你懂吗 所以神说 你们这些叛逆的人 我要带你出来 你们 还是不相信 我要带你出来 所以我给你看 另外一个 这个画面 你就会很清楚 这个画面就是 圣经常常把我们 比向羊或顽固的驴子 我们的固执不学习 所以我们就什么 掉进一个坑里面 但即使我们掉了坑 掉进了坑里面 我们也没有什么 吸取教训 在我们的恐惧中 我们拒绝从坑里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before and after 我们都是一样的 你知道我不是告诉你 常常我不是告诉你说 我服侍那些 突然间就有案子 就被调查 然后他们可能要坐牢 他们就来找我 然后我就鼓励他们说 弟兄啊 你不要害怕 这个是神要借这个机会拯救你 你要牢牢的 什么 记住 然后呢 在亲近神 现在借用这个时间 亲近神 他们有没有听 有些有 有些没有 很多没有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叛逆 固执 不相信 那神要怎么做呢 那么神要怎么做呢 他有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案呢 所以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了两个仆人 第一个仆人就是以色列 第二个仆人是一个服侍者 一个单单罪的一个仆人 第一个仆人就是 圣经在以赛亚书 以色列是眼瞎 悖逆 惧怕的一位仆人 但是神却应许他要拯救他们 怎么做呢 就是透过第二个仆人 就是一个顺服 敏锐 受到不公义的对待 而受苦的一个仆人 神应许要禁锢他 使用他 将以色列和列国带回神那里 恢复神属天的持续 Restore back order 第二个仆人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以赛亚书呢 第41章到48章 跟第49章到55章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左边的 第41到48章 以色列国是耶和华的仆人 服侍者 那个 就是耶稣基督 那个服侍者呢 在这一处经文提到 只有提一次 就是在以赛亚书第42章 1到9节 上个星期 我就是念了这个经文 接下来呢 我们下一次看 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 这个第49章到55章 他在这里呢 只有一次提到 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仆人 但是有三处经文提到 这位服侍者仆人 在49章 50章 还有52到53章 就是背负以色列罪的那一位 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是在哪里 是在这第二个部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弟兄姐妹 你会看到神的话语呢 就是这样子的 一步一步带我们 带我们来看 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祂不像神明 祂是创造者 祂有能力 祂要在以色列有托付 但是以色列一直不断地 没有完成他们 神托付他们要达到的那个 可以说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一个榜样 成为列国的榜样 No 他们常常就是顽固悖逆 所以神说 我亲自会来 这个仆人是谁 从以色列的角度 没有说到 一直要等到新约 我们才看到 这位仆人 就是耶稣基督 明白吗 Amen OK 好 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学到我们的创造主 他可以在基督耶稣里 将我们转化成为 一起说 新造的人 大家都可以 信靠耶和华 Amen 第二 神在我们身上 开始了一个善功 祂会什么 信实地完成它 就是当你像以色列一样 你像以色列一样 你顽固 你悲逆 你不信 你惧怕 但是神还是要拯救你 祂会亲自来做成这个功 第三 神拯救的应许 透过祂的服侍者 这个仆人 耶稣基督成就 Amen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下一次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位 服侍者仆人 耶稣基督 Amen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盼望 在我们当中 主啊 虽然我们自己是软弱的 我们也有跌倒 可能我们掉进一个坑里面 但是主啊 是你自己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要仰望 依靠你我们的拯救者 凭着主啊 是你的恩典 而不是我们的能力跟力量 主啊 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信心 盼望 让我们在座的那些还没有认识你 还没有完全的降服 依靠你的主啊 今天听了这篇信息 他们会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你 信实的主 从起初到末了 从我们出生 从母胎出生 到我们有一天 离这个世界 主啊 都有你来抱我们 都有你来扛住我们 你来支撑我们 谢谢主 你真的是在旷野中 唯一的力量 祝福我们 祝福那些在我们当中 听这篇信息的人 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派掌把荣耀归给上帝 阿们 我们先 你跟我胜掌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这是 第四月的第一个星期 我们先来吃 主的生餐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 这样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页 他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剥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他没有留下一个很难去达到或者拿到的东西来纪念他 他用一个非常容易就是面包成为饼 成为代表他的身体 然后一个杯 可以是酒可以是葡萄汁 来代表他的血 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是他跟我们立的什么 新约 就刚才我在以赛亚书所说的 列国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能够信靠这位神 耶和华神 就是透过这位服侍者仆人耶稣基督 为我们实在是加上 在我们的教会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信徒 你相信神或者耶稣基督是你的拯救者 你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受这个饼跟杯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举起手 我们招待也可以传给你 有吗 OK 好 那我们就低头 来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 今天如果你身体有疾病 当你说 主啊我领受你的生命 透过这个饼跟杯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 求主不断的医治我 施恩给我 怜悯我 让我重新得力 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谢谢你是我们的拯救者 你是那赎回我们的那一位 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说主谢谢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了 你的宝血为我们流 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让我们再一次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好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病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 我们一起来领受 我们拿起这个杯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祂为我们流 我们一起来领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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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好 赵大远会服侍你 好 你把杯传给赵大远 过后我们可以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刚才我们敬拜的歌 我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神 大家一起来唱 祢是爱我的天赋 绝望中的忍忍不停的运行 你不愿我停留 黑暗中不停追寻我 你把杯传给赵大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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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的天赵大远会 我以看你 你是爱我的天赋 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 你不愿我停留意安中 不停追寻我知道我的自由 你是我光业中唯一的力量 光丹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 模糊着的日子你别拯救我 心事的肩负我依靠你 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 你叫我如果用权柄成真 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 管所有的忠诚为祝福 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 你叫我如何用权柄成真 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 管所有的忠诚为祝福 我的祝福你是我 光业中唯一的力量 光业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 我狐狩的日子你别拯救我 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没有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人 但是在我16岁的时候 我去一个教会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听到牧师说我们大家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面是一个罪人 但我知道我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够按照我自己的公义来洗净这些罪 我自己回家的时候我就说主啊 如果你真的是那位可以赦免我的罪 做我的拯救者 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你来洗净我的罪原谅我 那天我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 我只有一心一意的读圣经 爱这位神因为他先爱我 基督姐妹如果在我们的当中 你还没有信靠或者认识这位 不要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公义来得他的奖赏 他只是要你成为他的儿女 他只是要你做一个信靠他的人 他就会做一切他帮你他拯救你 他赦免你的罪 他进入到你生命里面给你平安 他是创造者 他才有这样子的能力 一直不断的应许我们带领我们 从起头到从开始一直到末了 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 信靠他 Amen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祷告说 亲爱的主 谢谢你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带领我 从现在到末了 我把我的生命再次的交托给你 赐给我平安 以我同在 我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好 我们派掌帮我们给大家 顾给主 Amen 谢谢主 祂是我们的救主 祂是我们的拯救者 弟兄弟妹 我今天的信息说 我们不知道何时 我们可能就要掉进一个坑里面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不要慌 你不要害怕 像一只羊掉进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深坑里面 如果他一直慌一直慌也没有用 他要等候一个牧者 他的牧者来带他出来 我们来信靠这样子的一位神 Amen 我们用主导文做最后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向灵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只有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弟兄姐妹 平安 愿耶和华 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还有神的平安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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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姐妹平安 我们可以平安散会 我们可以到一楼 可以有一团季的时间 Amen Amen O men Amen Amen iko Amen 信 看 Amen 感谢观看